接下来三星概念股第二段 这三星不是所谓的Samsung 是刚刚讲的新市场 新产品还有新应用 除了台积电大联盟之外 还有哪些产业 我想刚刚一开中名 我点了很多产业 新产品新应用新市场 你可以针对里面来做一个筛选 那最近的强势族选也在那边轮动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过 被动元件其实开始在付出 它是新的应用 不是我讲的 经济部之前就讲了 今年被动元件产业产值重返正成长 它已经坏很久了 重点在这边 第二个还有一个大咖 全球最大的MLCC的厂商 叫春田制作所 今年的MLCC产能利用力 可以回到85到90% 而且它BV ratio值 已经回到了1以上 那AIPC对MLCC的需求 比传统脾气高出8成 AI伺服器对电感的需求 还有高规格的需求更大 所以你看到这些新闻出来之后 产业在复苏 因为有新的应用 新的应用还造就说 火产能利用可以往上攀烧 台湾的股价还没有发动 你看看日本的春田制作所跟太阳诱电 好 我们现在看到春田制作所 所以昨天又出现了喷出的走势 对 喷出的走势 另外一个呢 太阳诱电 不要说一档嘛 股价也长这样 今天太阳诱电继续涨 本身的报价各方的需求是往上来 只是台湾没有去联动到 大家都只注意其他的妖魔鬼怪 就不会去留下国际上的情势 其实日本的被动元件是领先者 它如果往上拉的话 我们国内的被动元件 因为很多公司会不会跟 因为族群性是很大的 好 这两档先起来了 我们接下来谁有机会先跟 好 我想被动元件当然有很多 有电阻 有电容 有电感 电容里面有M2CC 有铝质电容 胆质电容一堆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基本上所谓的电阻 电容 电感 从景气来看 已经开始慢慢从谷底复苏了 所以我们搭配它的业绩面来看 我们寻找起码成长吧 其实第一季的财报 这是第一届EPS 年增率 你看到国具它都成长了11% 那么大牛股 所以它股价已经来到753块了 那我先给大家看国具 我们看看它的K线 它之前已经创高过 拉回 除息之后拉回 惯性也改变了嘛 惯性也改变了 所以它股价是多头的架构 它快要填息了耶 对 快要填息了 所以如果说国具 当然外资有给它目标价 不到1000块了 但是未来会不会 法人外资的买盘进来 国具它是最毕竟它是龙头老大哥 它如果上去了 整个信心度就会很强 我们再回来看 华星集团的成长122% 国具集团几下的凯美 第一季赚0.70% 572% 然后如果说后面的业绩能够好 它会成长力道更大 利隆电1.47块成长41% 再看先看下一页 我们都看完 玉邦1.59%成长367% 加邦1.74块 205% 琴凯1.24% 成长93% 保达算通路 被动源通路1.56% 成长65% 你有沒有看到 其实被动源第一季成绩 当然是不差 因为大家都没有发觉它 那第二季或许稍微 没有那么大的成长 因为比较淡一点 那下半年有那么新的应用 新应用 我在讲特别强的新应用 股价会不会先照说去反应 而且日本的两家厂商 都已经冲高了 那国内这些呢 会不会有机会 来 我们刚刚看完了国具 先来看华兴科 第二就比较大 老二啦 华兴科 来 它盘到这边 比如说华兴集团 真的比较难做一点 真的 但是盘盘盘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第一道过了 下降概率过了 最近回来测 没有破吧 对不对 它碰滋升 只要量能够出来 只要量能够出来 它应该就算 它机器高不高 不高 现在很多电子股机器都能够 它们有转机性 有成长性 只要钱进来 我觉得被动元件 应该是很多法人 或者是大户想要的 因为好见好出 像华兴科这种 我们再等一下 等法人进来 还是你比法人先进来 先卡位 当然先卡位 如果说 我还是给大家讲 我们可以逢低很 我刚才画了这条下降压力线突破了 对不对 这边车马 万一我跌破了 我就走 我损失的空间是有限的 我干嘛等到拉上去了 它可能一天拉上去 哇 我距离就被拉开了 这边风险性 万一破了 我还是可以有停顺的 空间就小一点点 赔少一点点 了解 好 接下来国具集团的凯美 凯美股价呢 最近股价 原本冲上去 又拉回来 拉回来 最近感觉上力不从心 因为量不见了 不过法人的筹码都跑掉 基本上没怎么跑 我一样 我画一条 它其实没有画得很好 应该点人家这边 我们把它清掉 点这个上影线 其实基本上 这个机械也往上翻译 所以基本上 它可能在这边整理 整理它只要出一根量 就往上 但是它上股票 为什么之前出量又下来 出量又下来 因为隔日冲的阻力太多 哦 下下起选 对对 因为它就是股价 股本比较小嘛 量比较少一点 那它如果能够再度转强 站上短期的均线的话 就有机会上 当然重点看它妈妈 国具如果涨 它应该就跟涨 OK 好 那利隆电呢 利隆电的姿态就比较高一点 这种股票呢 基本上它已经过高了 那回来测之后就往上拉 所以只要这个颈线不跌破 应该是有机会 往上来做一个 挑战新高的可能性 OK 育邦 育邦你看 其实比较小型的都先涨了 都先冲上来 人家添完洗了 很强对不对 这个股价呢 应该就是盘盘盘 争地争地之后 一阶段一阶段来做 压回来不跌破 就逢低布局 但是今天有点开高 走低跌了五块多 所以最近呢 应该回来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 这里 就不要破 没有破 我就下 就逢低来做布局 加邦呢 加邦的部分呢 股价也是有点开始补涨 因为 我说实在 它也没有基线高 最近就是开始加温当中 如果它股性是拉一根休息 拉一根休息 所以就不要追高 有回来 我们画一条上升轨道 就是布局点 不要跌破 就是OK可以买 接下来秦凯 秦凯股价呢 它曾经大涨过 最近在休息 但是休息的过程当中 说实在是 它惯性没有被跌破多 这个 站上去之后 只是在休息整理 这边在盘整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滴接 但是要留意 它的筹码有没有松动掉 如果松动 因为它过去毕竟涨很多了 均线纠结之后就喷出了 那经过整理之后 不要筹码松动 有机会去挑战前高 但是前高能不能过 困难度就比较高一点 它量比较小 困难度比较高一点点 保达呢 保达是通路 不过我觉得阻力在里面的色彩太浓厚了 虽然有赚钱 但是因为它股本小 人家就会喜欢上架器 人家拉拉拉一拉 蹦 上黑黑棒 但是最近经过了修正整理之后 前几天这一根 应该是礼拜一 礼拜二这一根红黑棒 它是惯性改变 但是这边套来的量太多 所以应该说 它有机会挑战前高 但是要过困难度比较高一点 如果被动元件接下来 你选你会做大还做小 大小都可以 其实我好了 八档股票 有些这些都反映过了 有些抽码 其实是第一页 第一页大的也 大的也 大的小的都有 这四档股票 如果要做被动元件的话 如果要加这四档股票 都是选的 你要选大选小 我觉得爆发性各方面 他们成长都好 对也不错 那后面那一页是因为 之前都先涨过 因为他们股本更小 先被炒过了 那反正是原本的领先股票 原本的老的啦 前面的代号都是比较前面的 这些老的应该有机会 都是二三 二三 二三 这二四 所以这些应该是后面下一棒 好 了解了 被动元件 接下来操作策略 所定的标的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大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今天大哥我抓一下 今天随着台股的创历史新高 随着台积电登上了千元大关 这些纷纷都创了波段新高了 蒙利机器人 莱德 金岛 金才 还有何春 来下一页 珍鼎 刚刚提到的华城 新鲜 府信 冬结 同样创波段新高的 我们的护国神山 联军 光阳科 索罗门 跟原钢 这些创波段高的个股 到底还有没有一山 还有一山高 哪一些手中有的 恐怕先见好就熟 好的 我想最近这些都涨很多 有些就是因为低价 补涨有题材性 莱德 我们看一下莱德 莱德现在说 卖很多 卖了七千多张吧 外资有在卖 外资有开始吗 这是假外资 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他真的拉回来 没有再像这样子 这种个股有操作的价值吗 基本上我是不会碰的 好 你听懂了 我有我的坚持 是 好 这东西呢 等你赚很多钱 股价涨 OK 因为低价嘛 很多阻力 很多题材性就进来 最近我说 很多妖魔鬼怪 大家就乱拉 不赚钱的最位长 变成是这样 但是我们站在长期 投资的角度 我们不是投机的角度 你要去碰可以 但是风险自己要去拿捏 我觉得这些呢 就看看就好了 或许它有高 但是你对它风险很大 像蒙利这种设备厂商 也最近涨很多 那一旦营收公布之后呢 会不会就休息 它没要想 但是我前面讲的精彩 它的续航力就还有 因为刚突破嘛 而且台积电子公司 对不对 相对是安稳一些 而且呢 未来的先进封装 很多封装产 就要塞到它身上 为什么最近法人出很多报告 就是认为它 因为先进封装 台积电子公司 其他的我就移到你这边来 所以它业绩就上来了 是 了解 好 下一页呢 这些真顶 华盛刚刚讲过 新鲜 辅信跟冬结 这些都还没有续航力 华盛我不敢讲 只是说它一千块有点高 所以风险性大 新鲜也是因为低价 这些我可能见好就是说 真顶呢 我们看一下 好 四九八真顶 四九八真顶 你像瓶盖股 今天突破 对 我觉得它续航力又成长 为什么 我刚才前面讲 为什么红海各方面 他们今天的大力光强 是瓶盖的概念 其实在引动 第三届很多瓶盖 尤其是七月份 他们反映六月营收 七月营收都是成长 就我手指过去来看的话 苹果手机要出了 六月营收一些载版 因为前面的零组件 就先拉货了嘛 这些营收都上去 而且外资连五天买超 所以我觉得它的续航力 或许它股性不是那么好 可能长一天 可能休息休息 但是我说续航力来看 还是存在 你没有必要去追高 逢低成绩应该还有高点 所以拉回卡位 应该还有高点 好 来最后一个看到 还有哪些今天创波段新高 台积电联军 光阳科 刚刚讲过所罗门 圆刚 这些都还有没有戏啊 我觉得题材性太浓厚了 基本面没办法跟上 光阳科当然很多人喜欢去操作 不过我看到一个联军 我是举一反三 联军的股价 这一波高速传输里面 光线里面它特别强 但它今天拉了一个上线 也出大量 我觉得它要休息 它留那么长的上线 出大量 但是它上去了 光盛也上去了 很多光线 我今天只是没有 三星概念股 没有高速传输这一块 光盛也上去了 那会不会把旗 光盛现在三九九 会把谁带上去 很多光线股都没有动 波罗威啊 潜艇啊 其实很多 其实业绩都还不错 他们股价都还在盘当中 会不会有机会 这都还盘当中 都没有涨过 所以光线股来看的话 你可以开始去寻找 这些指标上去的 会不会轮到其他的 题材都还有 但是这些涨多了 有没有机会 钱换其他的人涨 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有一些人今天要问 在大盘创新高的时候 他的手中的个股 可能涨这样子 因为前一波已经涨多了 高档拉回 遇得台表科 招锋金开发金 这昨天 昨天还大买 对 昨天大涨 长荣航来 下一页 联合再生 稳茂茂迪国 说太阳能 不是前天才传 Google要来我们这边设厂 可能Amazon 可能在接下来 一个接着一个来 今天高档拉回 没戏了 还是只是休息 太阳能的部分 我保守看待 虽然有题材 也是正证面 纯粹就是正证面 你赚到钱再说 会不会有营收 没有获利 你以后要去想这个问题 太阳能 第一季有赚钱的不多 但是我会觉得说 纯粹就是因为低价 股价从底部上来 有题材性往上拉 会不会再涨 或许有 但是你操作可能偏短 偏短 我们要盯着它营收 还有它有没有真正的获利在说 那回到前一页来看的话 你说有台表科 长龙行后面还有华航 我觉得这边拉回 续航力还有 都还有 因为毕竟像台表科 当然ETF的买盘 是 六二七八 那一样嘛 景线过关 这一根红黑棒 前一天守得好好 一半都没有破 拉回来量是缩的 所以基本上 它还有细 华航长龙行一样 长龙行我们看一下 长龙行股价 最近从高涨 创高之后回档 那回档 它景线没有守住 因为太接近了 不过基本上 你可以看得到 我只画大概就是月线的位置点 这个上升轨道回到这边来看的话 应该都还有细 所以基本上航空类股 会然已经涨很多的 空间没有到很大 但是基本上来看的话 形态上是高涨整理 或许拉回支撑没有破 就有机会反弹 开发金的可以给我看一下 为什么因为昨天外资大买第二名 今天外资大卖 外资今天就把它丢出来了 开发金昨天这一根 到底意味着新的开始 还是恐怕最近要休息一下 好的我想当然也是低价 我们国内金融股 当然有很多的题材性 而且今年上半年业绩应该也不会太伤 一样今天昨天冲高之后 今天过高 马上倒出来 我觉得量有缩 基础面来看的话是还OK 而且你觉得是真的外资吗 我只问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有这档股票 我们把游标可以移到这个前高 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这高点是多少 15.9 只要15.9不要去失守 不要有效失守 基本上就是高自在整理 就还有戏了 了解了 谢谢基陈老师 请先回座了 今天到底在接下来 那一些有机会扶摇直上 还有今天很多人手中 可能都有这些股票操作策略 听我给你做参考 不过刚刚提到了 被动元件 沉寂了这么久 有机会上来了 除了它 还有谁 现在蠢蠢欲动专业的来了 等一下佩珍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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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